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松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来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有一个Najib的支持者呢 他动员说呢 他说如果你们再不要把Najib放出来的话呢 这样呢 将会有30万个选民的会转投这个国盟 啊 ok 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看到了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呢 会醒一笑 哈哈哈哈 啊 这个年头呢 还有人呢 会这么惦记着这个Najib啊 还真的是啊 啊 精神可嘉了啊 ok ok 好 我们讲回正题啊 就是啊 现在呢 这个Najib啊 对于这个马来西亚政治啊 的定位啊 到底在哪里 啊 更加正确来说的话 就是呢 这个Najib在马来西亚政坛里面的重量 还有多少 其实我跟你讲啊 这个Najib在马来西亚的政坛呢 已经是完全没有重量了 啊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政治呢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啊 就是呢 你还有权有势的时候呢 啊 每个人呢 都会呢 倒在你面前拜你啊 当你呢 没权没势的时候呢 人家 嫌弃你都来不及了啊 避资责不及的那种啊 ok so 我是认为的啊 现在Najib这个时候啊 没有多少个人会惦记他了 即使这是他以前的支持者啊 也没有多少个人要惦记他的了 啊 我认为现在呢 嘴巴还会说啊 啊 我们要放拿捷出来那些人啊 纯粹是啊 表面上啊 要装着大人大意啊 啊 不忘本啊 饮水食言啊 啊 啊 纯粹是要做这一类的演戏罢了啊 其实实际上啊 有谁是真心想要Najib出来的啊 ok 我们讲回一些数据了啊 so 这个Najib的执着说有30万个人会因为Najib而投国吗 啊 so 我就去翻了两个关键数据咯 就是之前呢 不是很热门的那个网上投票啊 有两组人 一组人是要Najib继续被关啊 有一组人是要Najib被放出来啊 我才去找了他数据 虽然这个东西已经停在那边很久没有人去动啊 但是数据还是在了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要Najib继续被关的总共有15万个人啊 签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希望Najib被放出来呢 才一万两千人罢了啊 那个差距是10多倍啊 ok so 现在这位人雄他说了 有30万个人会因为Najib而投空啊 这样我就想问一下啊 你叫这30万个人啊 在投票之前啊 先去这个网上投票先 把这个一万两千人变成30万人先 不然的话你全部是自己多来讲啊 啊啊啊啊啊然后呢与此同时啊你如果把Najib放出来的话呢那15万个已经签了不希望呢就被放出来啊那些人啊啊他们会先去投袭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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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so 所以我老实说啦这个数据其实已经足以证明了啊这个这位人雄说Najib有30万个中心支持者完全是关水的啦啊啊其实不需要太过在意啦啊 ok 讲这句话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啦本身也没有什么分量啦啊 ok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啦Najib被关这件事情啦其实呢各方各界啊有不一样的看法啊在这个大选啊前后啊我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是来关于这个啊Najib路易的有些人就说啊你看啊这个罗佛周选跟马六甲周选啊这个国政的成绩这么好就是因为那时候Najib还没有被关进去啊 啊说可是呢这个Najib被关进去了过后呢所以19大选呢这个武统就输到完所以啊结论就是呢其实Najib是受很受这个马来社会欢迎的啊马来社会就是因为赌揽你们把拿去关进去所以呢才全部反反掉啊反去国盟那边啊ok这个理论呢啊其实我刚才已经证明了咯如果啦这么多人真的 是这么爱这个Najib的话啦我刚才说那个投票结果也不可能只有一万两千哦起码都一百二十万啊是不是啊其实那个投票结果就是足以证明了没有这么多人爱Najib啊老实讲啊啊 啊所以我觉得啦其实呢真正的理由啊反而是倒反过来啊就是呢为什么1919国政会大败反而是因为Najib被关进去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些人因为太爱Najib所以呢啊把票投去给国盟纯粹是因为啊Najib这些案件啊 他尘埋态落定了过后啊啊对于马来社会来说的啊他们是很相信司法的老实讲啊OK啊比华人相信啊啊华人呢经常的还会对司法的结果靠北靠步啦哈但是马来人比较少对这个司法结果靠北靠步啊 啊所以这个Najib啊他被判入役了过后没有得在上诉了过后啊我是认为啦马来社会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判决呢啊心里面更加认定了一件事实就是这个巫统是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我们必须唾弃巫统然后我们必须要选择巫统以外的替代者啊作为新的民主保护神当然不可能是西蒙啦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国盟他们唾弃了巫统啊 所以呢其实这个理论呢是倒反过来的啊那些马来人呢他们呢啊唾弃巫统而去拥抱这个国盟啊并不是因为他们正在抗议Najib被关进去纯粹是因为Najib的Cats啊让他们呢更加确认了这个巫统的贪污腐败啊OK所以逼迫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啊沉重的选择啊就是支持了60年的 在巫统啊一夜之间全部转过去支持国盟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理由啦啊不然的话呢你没有办法解释了为什么在网上没有人会支持要放这个Najib出来啊你千万不好说啊可能没有这样多人这样的空去投票呢啊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在马来西亚的马来网民可以动员投票的人最少了 30万OK最少30万啊很巧的碰上了这位人凶这个数字30万为什么我这么肯定这个数据呢因为呢在西蒙第一次做政府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教育部长马子利他就陷入了一个争议就是呢这个 呃马拉大学的学儿要不要开放给这个飞途主啊所以那时候呢华人跟马来人呢就陷入了一个骂战 华人呢就要这个马子利下台然后马来人呢就说我要要继续保住这个马子利 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全国性的网上投票大堆战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华人那边主张要马子利下台的 10万个人全名然后呢马来人那边主张要捍卫这个马子利的30万人 那已经是马来西亚网上投票的最高记录了所以呢马来人在网上可以动员的能力最少30万啊30万哦 OK所以如果真的可以动员这么多人的话你告诉我拿捷为什么到现在才一万两千人罢了啊哈哈 OK很明显的嘛是不是啊你现在呢也没有什么听到啊马来社会的会再提起拿捷吧 拿捷其实跟马蝶已经是一路的获舍了已经是被人家遗忘到干干净净的那种了啊 啊 所以你说拿捷现在还可以影响30万个人去投票国盟啊我还是那句话了就是因为拿捷入狱这件事情啊 让马来人更加确认了巫统的贪污腐败让马来人更加唾弃这个巫统所以呢才从此一去不回头的支持这个国盟 这才是事实啊英国导致啊懂吗啊啊啊啊 OK 所以呢总的来说了拿捷啊不可能有30万人支持他 如果他真的有30万人支持他的话他在网上不可能会这么凄凉啊啊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我还是跟